昨日是巫统前主席兼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入狱两周年 在今日的巫统代表大会上 仍有不少代表仍然怀念纳吉 并呼吁释放纳吉的诉求 巫统妇女组执委拿督努鲁西达雅 在大会上回忆纳吉的遭遇时 甚至数度哽咽落泪 努鲁西达雅同时是巫统主席兼副首相拿督斯里阿末扎西的女儿 他在吉隆坡世贸中心的大会上 代表妇女组发言时表示 希望纳吉能早日获得特赦 他提到纳吉为国家做出了许多贡献 每逢巫统大会时 他都会感受到Boss School的存在和光辉 并希望他能看到曙光 他提到自己非常理解纳吉孩子的感受 他感叹道 我们真的很怀念Boss School 尤其是在巫统大会期间 我希望Boss School能获得正义 努鲁西达雅在表达对纳吉的支持时 也无法抑制情感 掏出手帕事类 现场多位出席者也被哀伤的气氛所感染 不少人也因此感触落泪 此外 努鲁西达雅还提到 其父亲阿末扎西作为巫统主席 面临的压力和侮辱 他称赞阿末扎西为巫统的辛劳付出 并呼吁巫统党员为宗教和国家的未来继续奋斗 他指出 虽然外界不断高喊巫统行动党UMDAP的口号 但希望巫统能从与一党的合作经验中吸取教训 努鲁西达雅相信 团结政府会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 避免重蹈覆辙 另外 努鲁西达雅也呼吁党最高领导层 应推举一名女性候选人 上阵马哥打不选 因为该一席在传统意义上是由女性出战 巫统主席阿末扎西指出 由于华裔选民在柔州 马哥打州的比例约为35% 因此他希望马华与行动党能够动员各自的竞选机关 帮助团结政府守住马哥打州一席 他今日在吉隆坡世贸中心出席巫统代表大会 并接受媒体询问马哥打不选时这么表示 他说 团结政府正在积极动员各成员党的竞选机关 为即将到来的马哥打州补选做准备 阿末扎西还提到 除了35%的华裔选民 马哥打选区还有约8000位印裔选民 他表示 我们希望国大党能动员其竞选机关 并与公正党的印裔领袖及党员合作 另外 阿末扎西认为 如果国阵能在下个月的柔佛马哥打州补选中取得胜利 这一胜利势头将有望延续至明年的沙巴州选举 扎西昨晚出席巫统大会后的森州联委会晚宴时也提醒所有代表 来临补选对巫统至关重要 因为它可以激发更广泛的支持浪潮 尤其是在预料明年第一季度举行的沙巴州选 他强调 只要竞选机关能秉持有条不紊 专注执行任务的精神 国阵巫统有望在马哥打州席创下得票数的新高 扎西也提醒党员 维持胜利比取得胜利更为艰难 他呼吁党内三机构积极行动 特别是在解决国家和地方性课题时 不仅要通过实体会议 还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 以扩大影响力和覆盖面 行动党宣传秘书兼柔佛州属理主席张念群表示 行动党将全力支持巫统 在马哥打州补选中的候选人 张念群今日在出席慈善一跑 继嘉年华的开幕仪式后强调 行动党已经准备好 在马哥打州补选中为巫统的选战工作 提供权力支持 他指出 与其他联盟的合作 已经成为国内政治的新常态 这种权力共享的精神 符合大马多元文化社会的现状 他援引阿莫扎西 在巫统大会开幕仪式上的发言 称巫统继续推动权力共享的概念 以应对当前政治格局的变化 张念群呼吁各方在补选期间避免涉及种族、宗教、王室等敏感话题 防止重演能及礼补选中侮辱王室的事件 他表示 每次选举中 我都会不断提醒大家 避免触及三二议题 我们首先是马来西亚公民 应当维护社会和谐 国盟总秘书拿督斯里寒沙在努丁表示 一党和土著团结党曾与行动党合作 但最终都分道扬镳 这一经历证明了 马来政党无法与行动党长期合作 寒沙在努丁今日在双西巴友多元用途礼堂举行的 2024年代表大会后 针对巫统霹雳州主席沙拉尼要求巫统重新审视 与行动党的合作关系时 对媒体这样回应 他说 一党和土著团结党的离开 表明马来政党与行动党合作的失败经验 基于此 国盟早前在代表大会上坚决表态没有行动党 No DAP 他批评道 现在巫统却与行动党合作 被称为UMDAP 你巫统为何生气 这是你们自己表态拒绝行动党的结果 他进一步表示 这一合作不仅违背了早前的立场 还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呼吁巫统重新审视与行动党的关系 沙拉尼是在较早前出席 2024年巫统大会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 土团党和一党此前都曾与行动党合作 然而当巫统在第15届大选后 与行动党合作时 却遭到国盟的指责和辱骂 他说 一党在2008年全国大选后 与行动党合作 土团党则在2020年与行动党合作 对比之下 巫统在第15届大选后 与行动党的合作为何会受到 如此指责和辱骂 甚至引发马来人的恐惧 他回忆 2008年霹雳州选举时 各党无法单独组建州政府 一党选择了与行动党合作 而拒绝了与国阵合作的提议 沙拉尼表示 当时国阵赢得28席 行动党18席 公正党7席 一党6席 至于2018年第14届全国大选 土团党与行动党组建政府 并推举敦马哈迪二度担任首相 直至2020年 他质疑 为什么乌统与行动党的合作 却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对 沙拉尼表示 乌统与行动党的合作 并非一时兴起 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的考虑 他强调 一党和土团党 与行动党的合作最终失败 但乌统的合作模式 在霹雳州政府中表现稳定 他呼吁大家给予乌统与行动党合作的机会 并相信这种合作 能继续为霹雳州带来稳定和发展